佩洛西串访台湾问题的实质 绝不是什么民主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佩洛西的所作所为 绝对不是什么对民主的捍卫和维护 而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和侵犯 正如很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佩洛西危险的挑衅行为 纯属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那么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非常丑陋的政治闹剧 而在这场丑陋的闹剧当中 民主不过是美方惯用的廉价的工具和幌子 华众取宠的是佩洛西个人 但是遭殃受害的是两国关系 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方的官员是在竭力的狡辩 甚至倒大一耙 而且还在贼喊捉贼 他反映出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 缺乏诚信 缺乏历史知识 缺乏反思反省 中国有句古话 人之患在于不读史 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真的应该好好的认真的补一补课了 对于美国政府三号人物串台企图 美国政府本应该严加约束 但却放任纵容 这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和事实真相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国际社会对此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各界人士都纷纷发声反对佩洛西串访台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刚刚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坚持2758号决议 及一个中国政策 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